大叔拿起一个热水袋放到嘴上 之后他就开始吹气 你数了吗 大叔一共吹了多少下 节目组的人也试了一下 结果吹得头上青筋爆起 差点没憋过去 热水袋也没啥变化 大叔66岁了 拥有惊人的肺活量 没事就在家吹热水袋玩 不过有时也嫌太废了 偶尔还帮邻居给车胎吹吹气 用气管都得打好多次才行 而大叔用嘴三两下就搞定了 给过路的人都看傻了 像极了你手机里的第一个表情 在我看来这些都挺牛了 但大叔却说这些都是小菜一碟 他还能吹大卡车的轮胎 我的天是认真的吗 于是节目组找来了七个人和大叔比赛 一边用气管打 一边用嘴吹 六分钟倒计时开始 这边七个人累了还轮班打 而大叔始终都没有停过 他们越来越快 很快大叔这边轮胎已经鼓了起来 另一边却早已累得呼驰呆喘了 时间到了 很明显 大叔的轮胎相比较要更鼓一点 然而大叔却意犹未尽 他让人在轮胎上铺了铁栅栏 之后让十个人站在上面 他要继续吹 可是这可能吗 加载了重力就会加快轮胎的漏气 这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大叔三下五出二就给轮胎吹满了 他竟然有如此强烈的气息和废活量 简直无敌了 大叔说三十年前 靠打鱼为生的他们 由于没钱买船 他不得不用橡胶胎来代替 从那时起 他就练就了惊人的废活量 后来他更是挑战自己 挑战吹巨大的推土机轮台 还惊动了电视台 不过最后他都成功了 如今的他66岁 大叔说他很高兴 身体还很好 还能再吹个十年 希望大叔可以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 永远这么健康快乐